然后回到我们的这个 今天的话题 就是生物药的产业分析 这个生物药 我们上次讲了科技 你会看到说呢 这个生物药这个产业里面呢 这个科技进步还是挺多的 最近这些年 尤其是一些平台式的 这个技术能力出来了 对吧 这个进编辑啊 MMAA啊 都是平台系的 这个 这个包括细胞治疗啊 都是平台系的 那所以呢 这个很显然啊 所以生物药是个好市场啊 尤其是呢 国外以前的规律啊 这个 有一些行业是叫跨越周期的 什么叫跨越周期 就是跨通膨 就抗通膨 说白 就是说 这个经济形势好的时候长 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也长 这个 要不不快周期呢 就经济形势好的时候长 经济形势不好就跌了 当然有逆周期的啊 经济形势好的时候跌 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长 对吧 这个 那所谓这个跨周期的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呢 就是生物药啊 当然以前还有一个 那是游戏 但是从去年的表现看呢 游戏 有点让人失望啊 没有那么跨周期啊 以前那是历次 这个经济不好的时候 游戏都是上涨的 但是去年不太 表现不太好 生物药表现得依然好 那这个 原因其实很简单啊 就是人人都需要啊 然后呢 这个科技又不断的进步啊 因为 这个 坦白讲 科技发展和金融周期 没多的关系啊 这个 科技发展的主要的核心力量 是科技本身啊 是行业 当然呢 有一定关系啊 就是这个金融周期 可能会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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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推动它更快 或者减低的更 稍微走的慢一点啊 但是呢 总的来说 这个从更宏观的角度看呢 金融对 这个科技呢 是科技更多的影响金融 而不是反过来的啊 但是大多数人以为是金融影响科技啊 其实是反过来 是金融 是科技影响金融 那 所以科技进步是持续的 而且最近还挺多啊 第二个呢 人 这个 因为科技进步 所以人活的 寿命越来越长啊 但寿命越来越长呢 这个 这个我们的 这个医疗需求 反倒越来越多啊 当然这医疗需求是变的啊 就是说在 那几十年以前啊 这个全世界啊 这个最 这个市场最大的药物 是什么呢 抗生素 所以这个都不是多少年以前啊 不是一百年以前 没那么老 就是 我们 大概就是三四十年以前 就是我这个 出入这个医药行的时候啊 有个什么特点呢 就是各大 医药公司 必有 至少有一个啊 这个足够站得住脚的抗生素品种啊 就是这个 当时最大的 最牛的医药企业啊 后来呢 就是各最牛的医药企业啊 至少有一个 新血管品种啊 现在呢 就各医药企业啊 至少有 不止一个的肿瘤品种啊 所以你看这个变迁 对不对 所以 这个 随着人口老年化 这个关注点是不一样的啊 是这个 然后呢 医药的这个结构是不一样的 那当然这结构变了 就意味着给新的机会了 对吧 这个 所以 这也是一个好的地方啊 这个 如果说 这个结构 恒久不变的话 那 后来者怎么可能有机会呢 对吧 所以 这个 这个 这个社会是不断进步的 当然 你说这之前为什么需要抗生素呢 说明什么呢 当时感染 其实是 特别大的一个疾病啊 这个 现在这个都已经好很多了 你整个我们周围的环境越来越 这个 干净嘛 对吧 这个 包括像这回 这个 这个新冠说实话 这个新冠如果是100年前流行 比今天严重的多啊 今天其实说话 这个 呃 不光戴个口罩啊 各处加强清洁 就已经让新冠的这个 这个 发展能够被控制的 其实是相当好了啊 所以都是因为整个社会的 这个 所以卫生环境 极大的进步了啊 当然也造成了它的改变啊 造成了 那 不是说 卫生环境进步了 以前的老的 这个医药健康问题消失了 整个市场就萎缩了 不是而是新的问题就出来了 啊 为什么呢 因为人人活得越来健康 越来越老呢 就有更多的 包括说现在有一类的新东西啊 就是所谓老年相关的疾病啊 老年相关疾病很多时候是什么呢 就是器官替代啊 就是他老了 你就得替代他啊 从这个宏观角度上说呢 比如说膝关节啊 置换一个啊 原来是这个自己人的骨头啊 这个现在老了退化了啊 然后怎么办呢 换成钛合金的 对吧 哎或者说呢 从微观上说 对吧 细胞也退化了 也也这个 呃 这个这个 叼 叼亡了 那怎么办呢 用这个 所谓呃 这个 这个 叫 呃 呃 干细胞啊 这个 呃 像这个 肝脏的细胞 就是一个星星的一个一个一个结构啊 他就 结构就不一样了 就叫分化了 他只能变成这个细胞 他就没有了持续分裂能力了啊 然后呢 呃 这个 肿瘤其实一样 未分化细胞 只不过他到别处进入到肝脏 他还是未分化 还是那样啊 所以他就 这个大量的繁殖就变成肿瘤了 所以这个干细胞会诱发肿瘤呢 那这是有 有有有案例的啊 所以有点危险啊 所以你是为了这个保命中药呢 还是这个肿瘤 那另外还有一个呢 也很重要啊 就是干细胞有一个活性问题啊 就是 这个因为细胞呢 呃 储存 呃 在体外啊 你这个 尤其都是所谓叫液氮罐啊 储存的啊 这个 然后呢 有一个所谓叫动和解动的过程 那一般来说呢 动呢 是要求是速动啊 所以基本上从一个常温 崩扔到液氮里 对吧 那这个还好操作 那但是解动很重要啊 就是一下从液氮到常温 这个这个细胞就破了 就死了 对吧 这个活力丧失 呃 就是当然这中间还涉及到 我们说很多的还要经过处理啊 就不是 只是一个干细胞那么简单 还要经过修饰啊 这个基因编辑 那这处理过程你怎么保证 他这个不失活啊 所以到最后呢 他活性会差很多啊 对吧 包括 这个 就现在很多的这个生物 生物药都有一个活性问题 就是大家的手法差不多啊 这个原理差不多啊 但是工程上查核员啊 这个 比如说像这个 像在这个 所谓MRI疫苗啊 我们都知道国内现在基本上还没有推出MRI疫苗 那我们说原理早就有了 为什么国内没推出来 主要问题在工程上啊 主要问题 不是原理问题啊 所以那工程上的问题呢 就没有那么容易清晰的说出来了啊 就是 也就是说你如何让整个的这个 这个干细胞不失活啊 然后 你又运气好 没有诱导了肿瘤啊 那你就干细胞呢 就尤其是如果 如果是最好自体干细胞 那干细胞确实有一定的返老还童的效果啊 但是呢 这个 如果他失活了 或者说这个表面看 这个还是一个细胞 因为他这个细胞活性是 不那么容易看出来 他这新陈奈泻的活力的 看不出来的 显微镜底下看也是一个细胞 很光滑这个圆球 但是这样他的活性差 那这个呢 你的效果就会打折 就是我们简单说呢 就是自体干细胞比一体的强啊 自用能用自己 不要用别人的啊 但然后呢 整个操作如果是能够保证不失活啊 但是注意呢 这个保证很难做到 这个 然后呢 又没有造成这个癌变啊 那你这个干细胞是有用的啊 所以有前提啊 注意 那 然后呢 现在我看有问题是说啊 按照现在病毒的传播速度 mr疫苗还有用吗 mr疫苗 呃有用啊 因为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病毒再传播呢 他这个 所以呃 这个病毒 呃 因为我们一般呢 找到这个呢 呃 就是这个病毒的那些 呃 这个 比如说 呃 壳蛋白啊 那壳蛋白呢 有一些是容易变异的 有一些呢 是叫保守区啊 就包括病毒本身 DNA也有很多是不轻易变异的 所以我们希望用来当作抗原啊 去激发它产生抗体 产生这个对病毒的这个消灭作用的呢 要去找那个保守区的蛋白啊 就是他就说说白了 就说这个这个坏人虽然这个老换衣服啊 但是呢 呃 老换包括这个面具也换了 衣服也换了 但是呢 他的步态啊 可能不会换啊 你去用步态来抓坏蛋 你就会抓得准啊 这现在已经有了 人工只能分析步态 可以把步态当成一个人的指纹 可以判断出来这个人是谁 对吧 所以就简单说找到那个不变的量啊 你就能够继续做疫苗对吧 所以呃 这个是是可以做到的 就不用那么悲观啊 现代科技面前啊 这个呃 这些都不是问题啊 所以趋势啊 这个市场很大啊 未来还会进一步发展啊 那都同时呢 有大量的新的技术啊 然后刚才讲MRA啊 那到底是不是产业颠覆 对吧 这个你看那么革命啊 这个以前这个很少有基因药物 后面我会讲一下 很少基因药物啊 都是这个所谓叫小分子大分子啊 这个小分子是化学药 大分子生物药啊 生物药呢 实际上指的是蛋白啊 这个呃 因为我给你吃一个大分子的 这个核酸药啊 反倒是不靠谱的 为什么 因为核酸是这个非常脆弱的 那个链很容易断掉的 对吧 这个连你像紫白线一照射 这个呃 DNA都会 这个链都会被切割 被断掉啊 所以啊包括这个今年的 这个诺贝尔 诺贝尔奖吗 给到这个古生物学家 为什么古生物特别难啊 就因为这个 他这个人一死啊 人的身体上的这个 机构就开始分解啊 这个分解最快的 什么就是核酸啊 因为他最脆弱啊 那你想这个都死了几万年了 对吧 这个分解的部分还残留着残片 最后还能把整个都都给你凑出来 把这个整个的DNA都给你 这个重新勾勒出来 那当然是很困难的 对吧 当然呢 如果是这个几万年 可能还凑合啊 所以说尼安德特人的DNA也都还能找得到 但是到几千万年啊 这事就基本上不太可能了 所以这个侏罗记公园啊 这个说啊 因为血液被包到了虎伯利啊 最后取到了 所有的这个 这个叫 这个恐龙的所有的DNA啊 这件事呢 现在只能还是个故事啊 所以如果这件事能做到 首先就是这诺贝尔奖获得者应该给的是 不是现在这个做尼安德特人的 应该是给的这个做恐龙的 对吧 所以恐龙还是没有的 几千万年存不下来 几万年还有可能 对吧 那你看这么领先的技术啊 这个当然呢 这就另一个问题了 就是说啊 所以呢 这个过去我们说的很清晰啊 这个小分子是化学药 大分子是生物药 但是现在呢 这核酸药出来呢 它也是个小分子啊 所以呢 小分子的生物药啊 是这个叫MRA 就是核酸药 那这些新药这样新技术 包括基因编辑啊 上次讲基因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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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有很多的新的技术出来 那到底 我们容易听起来的概念 就是哎呀 这是一个 叫产业颠覆嘛 颠覆性的技术嘛 所以我们要反复强调呢 这些技术确实很有颠覆性 以前根本不能这么干 现在能这么干 但是一个颠覆性的技术 到底能不能颠覆产业 这是两回事 所以叫颠覆性技术 指的是这个技术太革命 其实我们要把词换掉 不能叫革命 不应该叫颠覆性技术 可以叫革命性技术 或者可以叫做 这个 有了技术飞跃 那可能是更准确一点 它是个技术飞跃 但是这个技术飞跃 到底能不能颠覆产业 这个不好说 不是所有的技术飞跃 都是颠覆产业的 我们要具体分析 所以我们今天主要干这个 就是这个到底 这些技术飞跃能不能 飞跃能不能颠覆产业 产业到底结构会不会变 所以我们先从研发说起 那研发 也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过去十年以来 这个研发管线的规模在扩大 所以规模的意思就是 这个申请研发的 这个进入研发期的 这个药物的数量 你看药物数量逐年上升 对吧 但是呢 这个进入研发期的药物呢 你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这个上升的最快的呢 是一类新药的申请 而不是 这个一期临床的申请 最快 就我们都知道呢 新药研发要经过三期 一期二期三期 三期临床的数据都合格了 医药局 这个FDA 才会给你这个上市的许可 但是你看这个 你看这个申请 一期临床的特别多 你发现没有 申请二期临床 这个曲线就没有那么陡了 申请三期临床的曲线呢 就基本上快平了 说明什么 说明很多一期临床 熬不到二期 很多二期临床熬不到三期 对吧 然后呢 还有一个更可悲的数据 就是三期临床完了以后呢 这个新药上市呢 就彻底平了 什么叫彻底平呢 每年就这么多 所以你看 每年有越来越多的 一期临床加入 就越来越多新药加入临床 但是这入口越来越大 对吧 越来越多的人涌入 但是出口还这么大 就是每年差不多50个新药 哇 这个很悲观 对吧 你那么多革命 那么多新的平台性技术 到最后呢 新药没有更多的 这个许可 那为什么 因为 这个 其实新药研发的成本越来越高 到什么程度呢 几乎每十年翻一倍 现在成本 后面给大家讲 现在成本已经到了10个亿美金了 就好的一类新药出来 对吧 为什么呢 原因就很多革点淘汰掉了 不够好 然后呢 一开始你要先根据革点去研究药物 对吧 然后你这个研究药物 发现说这革点就不成立 这个就死掉了 然后呢 分次不成立 这个 说 这个革点是不错 但是我和这革点特意结合 形成特意反应 这个我的选的分子没选对 能够 就是说 这个理论上应该有这样的反应 实际上又导不出来这样的反应 那说明化学分子是要被淘汰掉的 第三一个呢 更残酷 就是这个是 尤其是生物医药的偶然性 就是 把点也是对的 原理也是对的 因为把点往往和原理是相关的 对吧 然后呢 分子也是对的 但是就在临床上效果不行 对吧 临床上效果不行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个原理再好 有可能我比你效果更好的 因为这个 FDA要批准新药呢 它是要比原有的药 要效果好的 要不然的话 我为什么要批准你 对吧 所以 这个你看一层一层淘汰下来 到最后呢 你会发现说 入口是很大 进来的人多了 出来的人 并没增加 对吧 然后这个我看还有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 按照现在病毒的传播速度 如果人为实在防不住了 MRI疫苗可以防重症及死亡 那是不是意味着 打了灭火疫苗的国家 都要重新打一次MRI疫苗 然后放开 这时候有点敏感 就这时候有点敏感 为什么呢 就是现在这个灭火疫苗的 这个水平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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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 现在呢 显示它的这个免疫的保护程度呢 可能不太够 就是它和传统的灭火疫苗不太一样 因为李正儿讲 灭火疫苗应该是最好的 因为灭火疫苗最容易刺激人的 这个免疫原性产生 但是呢 这回看起来不够好 那 因为它就没那么纯 它对于 我告诉你 对于这个 这个 这个匪徒的特征 然后每个警察分开去抓匪徒 反倒抓不住 我要告诉你 一个匪徒的一个共性特征 只告诉你一个特征 所有人 所有警察都抓这样的匪徒 它效果外 反倒好 这就MRI疫苗 但是呢 MRI疫苗 它也刚才讲一个工程问题 就是我们中国的MRI疫苗不太过关 然后呢 现在又有一个 这个能不能用国外疫苗的问题 对吧 这个能不能甚至能不能引入国外疫苗的问题 因为包括这个 我们下周讲复兴 这个复兴实际上是引入了 这个BioNTech和辉瑞合作的 BioNTech的疫苗 但是呢 这个即使好像生产了 也都是往海外送的 中国没用 所以这个有一个不太好说的问题 就是这个到底是面子重要还是里子重要 这个就不多评价了 这个严格来说 这个欧美之虽敢放开 包括我女儿得了病呢 也没有太大的 好像没有太大的反应 当然第一个呢 就是大家的普遍说法呢 就是药物的这个 这个它的破坏性呢 在降低 这个病毒的破坏性在降低 这其实一般来说都是这样的 就是一次大流行之后 它这个病毒性会下降 这个 这几乎是规律 所以这现在毒性下降 第二个呢 就是尤其在中国不知道 美国普遍打疫苗呢 确实这个大家的重症降低了很多 基本上都是轻症 这个我周围听到了越来越多的 其实时间积累嘛 现在越来越多的 有人得过病的例子 包括我女儿的同学 家长都得过很多 那但是呢 这个几乎没有再有死亡的了 至于第一批是有的 这一批 这个刚开始那一年 2020年是有不少 我周围也有 那但是现在基本上听不见死亡了 所以呢 这个是 就更多不好评价了 好吧 所以简单说 这个新药审批并不容易 这个一期临床到这个MGA上市 成功率是7.9 就是这个100个新药 成功稍微凑个点 成功八个 申请啊 注意进入 一期临床 这时候申请要准备所有材料 这个包括病理独立 已经都没问题了 我才能被获批 对吧 从一期临床获批到一期临床 就允许你开始做一期临床到上市 基本上要这个10年时间左右 然后呢 这个成功率只有100个成八个 那么所以你看这个 还是很残酷的 对吧 然后呢 其中呢 从二期到三期临床的风险最高 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二期临床实际上呢 已经是一个小范围的 带有一个疗效 因为一期是这个安全性 这个我们这解释了 一期临床的核心是测试药物的安全性 所以这种时候呢 一期临床的成功率相对会比较高 因为安全性 基本上在临床之前都可以分析过解决了 我们都知道现在对这个 这个 所以叫病理独立 就不用在人身上 你在小鼠身上都能测试出来 这个到底安全好 有没有安全性的问题 所以基本上不会有安全性问题 东西不会搁到一期临床去解决 只要一期临床 这个基本还是安全的 所以一期到二期的成功率比较高 但是二期到三期就不高了 因为二期呢 是这个概念验证 但是呢 这个三期呢 是真有效 就很多时候呢 这个概念验证也痛不过 很多时候呢 概念验证完了也无效 所以在简单来说呢 最主要是概念验证 这个呢 要有一定的有效率 这二期就会容易死 所以这个三期实际上是放大 对吧 这个如果二期有效了以后 三期也还会出问题 有些你二期显示有效到放大就不行了 因为有时候 尤其是二期的 如果临床数量比较少的话 到放大的时候就会出现问题 但是总的来说呢 最容易出问题是二期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研发成本 研发成本呢 我们知道现在呢 最叫生物药时代 生物药的研发成本是 这个十亿美金 当然还是研发时间还是十年 那和原来比呢 就化学药比 化学药呢 所以叫五至十亿 还有一个通货膨胀 所以差不多也是十亿美金 然后呢 这个到上日时间也是差不多十年 所以这是差不多的 但是注意区别来了 这化学药对应的呢 就是研发一个新的化学药以后呢 如果它专利过期了 我们叫做化学的 叫做仿制药 叫generic 叫普药 这个没过期叫patent drug 叫专利药 就是化学药里面 分成专利药和普药 那一过期叫普药以后呢 注意普药研发成本 可就低了 就是100到300万美元 很低 对吧 那你和前面怼啊 比差不多 低了多少倍 低了低了这个 你从十亿美元 降到了100万美元 对吧 这个低了 低了这个千倍 对吧 这个低了百倍 对吧 那么 为什么这样 原因呢 低了千倍 原因呢 就是说因为化学药的结构本身很清晰啊 因为是一个化学小分子 那化学小分子仿制起来啊 一旦知道它的结构啊 仿制起来很容易啊 中国最擅长这个啊 尤其是呢 这个很多化学药的不是从头造的啊 它就叫原料药啊 基本接近从头造 然后呢 中国还有东西叫做中间体啊 就做一半 做一半的时候呢 你可以往东左 可以往西走啊 十字路口 这就不往前走了 我卖给你 然后你再决定我要往东走 做成这个药 或者往西走 做成那个药 这叫中间体啊 中国是世界化学原料药和中间体出口第一大国 对吧 这个国内大量企业是靠仿制药起家的啊 为什么呢 因为一个分子清晰了以后 防很容易啊 包括这个 我不是药神 对吧 这个印度都能防啊 只不过 为什么印度能防中国不能防呢 不是中国不能防啊 是中国管的严啊 就是这个尤其呢 印度被申请了 是这个发展中国家啊 说穷 然后呢 这个WTO给了一些保护 叫允许印度对一些这个救命的药 那进行仿制 而且呢用一个很低的价格出售啊 但是不允许往别的国家卖啊 所以这个往中国卖 中国买还确实是犯法的 就是我不知道是那个 那这个案例是真实的啊 确实是犯法的 对吧 那那所以不是中国不能造 注意还是法律不让中国造啊 当然呢 这个理论上讲的未来啊 法律也不会让这个印度造 这个这是化学药 所以它的特点呢 就是一个新的化学出来以后呢 玩命要推 就为什么这个大药厂 要建立一个特别强的销售队伍 就是我玩命要去在 还专利没有过期之前 去玩命把这药推出来 推出来以后呢 专利一旦过期呢 这药的价格 基本上至少会跌 这个到以前的四分之一五分之一 就是会 基本上就是断崖式下跌 药价断崖式下跌 然后会有一堆的新的药厂出来 就是我就是这个化学分子 我能仿啊 甚至要强仿啊 就到你专利过期的那一天 人家的新的 这个仿制药就上市了 那就为了抢你这市场 然后你这市场就暴跌 所以真正要赚着钱 那就要专利没过期的时候赚钱 所以这个大公司 要有特别强大的销售力量 不能慢慢慢慢做这市场 因为你慢慢做这市场的时候 他这个专利就过期了 所以这个是化学药 但是呢 生物药就完全不一样了 为什么呢 创新还是一样的 但是呢 生物有了一个东西呢 叫做me too 或者叫me better 就是所谓叫生物仿制药 主要是这两类 me too me better 什么意思呢 因为生物药往往是个蛋白 我们说呢 这个生物药 当然核酸就不一样了 这个核酸片段 可能你如果注册了专利 那是另一回事 但是核酸变算 能不能注册专利 别人不能做 这个我们要研究一下 我知这个 那至少人类的基因序列 能不能变成你的专利 你能复制 别人不能复制 估计这有难度 所以那就意味着什么呢 就意味着呢 这个你能 你能做人家能访 就包括说 我们一开始讲一个生物 一个心 一定要有个作用的位点 一个把点 对吧 那化学药呢 我结合这个把点呢 我就是用一个化学分子 去结合 那基本上呢 你用别的化学分子 就不会有这作用 所以这个把点 发明了以后呢 你找到最好 发现了以后 你找到最好的 化学分子去结合 这件事就 都被你锁住 然后你有专利 别人就做不了了 但是生物药呢 是你找到一个把点 是一个 比如是个抗原 那然后你去做抗体 那去能够和这个抗原 特意结合 问题来了 你这个是个大分子 这个抗体几十万个分子量的大分子 这个大分子呢 它长得每一次做抗体 它长得都不一样 就是说呢 你可以针对这个把点申请 做一个抗体 申请一个新药 我可以针对这个把点呢 也申请这样的一个新药 为什么呢 因为咱俩的药不是一样的 但你看 把点一样 如果化学药呢 就只能这个分子 但是如果生物药呢 就可以变成N多个分子 那就谁都能注册 因为你们俩确实不一样 所以其实就等于到了 这个生物的仿制药呢 就就不会被专利限制死 所以这个me too me better 它就 它就没有专利限制 因为咱俩长得不一样 这个只有什么呢 只有注册限制 那就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我快速强放 你刚住申请完了 新药我就可以申请 为什么咱俩 没有专利控制 对吧 然后呢 但是呢 也还是有代价的 就是说你会看到 生物仿制药呢 它和这个化学仿制药比 注意哈 它的这个价钱还要高很多 化学是100美元 生物呢 也要上亿美元起 所以它比生物创新药 要便宜一点 但是便宜不了多少 便宜不到十倍 三五倍 所以呢 还是要实质性掏钱的 但是实质性掏钱呢 就带来另一个这个产业了 就是说 它不光是 因为我们讲化学要制备很容易 但是生物要制备呢 就有很多的环节 比如细胞培养 比如说这个蛋白培养 等等等等 那这种时候呢 第三方就做 所以就造成呢 生物要时代 CRO会格外活跃 因为有很多活呢 是要外包给人做的 但是化学要时代 就化学要时代的CRO 因为它在制备上不需要 因为化学要的制备 比较成熟 所以它更多的CRO指的是临床 我帮你做临床研究 所以是一个 甚至很多人叫CXO 就CDMO 我帮你这个生产 那其实指的都是 所以是临床前段 就是生物要时代的CRO呢 很多是临床前的工作 化学要时代CRO是临床后的工作 当然生物要是临床也需要 当然呢 就等于整个CRO的膨胀发展呢 这临床的工作呢 并没涨多少 这个临床前的工作 暴涨 那个机会特别大 甚至有人专门来 就做这个细胞培养 做这个蛋白生成 这些东西 抗体培养 这些东西 对吧 所以就变成一个新的市场 所以呢 整个结构 就会发生一些变化 什么变化呢 就是以前出现了一个靶点 出现了一个化学新药呢 它就把这机会封锁住了 你想要这个仿制 等我专利过去以后 那这一般来说 要六年以后 七年以后 那现在呢 你发现一个新的靶点 你做了一个蛋白 我就可以立刻开始动手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肯定 不会被你专利限制住 那所以呢 就是创新药和仿制药 差多少呢 往往就差个两三年 那所以呢 创新药 我们叫first in class 然后这个仿制药呢 叫me too me better 尤其是很要命的人士呢 同样做蛋白 就刚才我们讲的 你的特异性更强 就是你的 因为你要筛选出 更多的这个抗体来 你对抗原的结合能力更强 就比你申请的那个药还好 那就叫me better了 所以你个后期的药 这个不光 不会受限制 而且有可能会超越原来的药 所以这个就很重要 那么这个 这有一个问题 他说三期临床失败之后 大药厂是直接放弃这个药 还是再回去研究失败原因 重新做二期 一般来说呢 会分析一下失败原因的 不会原因都不分析 就放弃 那如果这个失败原因 分析完以后 发现他就是临床效果不理想 那一般来说 不会再做二期了 因为再做二期 他也临床效果不理想 你除非发现 有些特殊原因 就是修改实验设计 所以一般来说呢 不是重新做二期 一般是说 三期临床失败以后呢 经过分析 如果找到了确实的原因 而且可改进 会修改三期临床的实验设计 重新申请三期 因为三期失败以后 二期并没失败 不是重新申请二期 但是呢 这个医药局重新申请 三期获批的不多 因为你要有非常强的理由 为什么你的三期都失败了 你还要重新申请 对吧 但是确实有 多数就放弃了 多数就分析完 发现确实 这就是临床不理想 那怎么弄 放弃 然后这个 当然另外一个 就是信用研发成本 生物治疗更高 28亿美元以上 所以我们看 这个信用研发 什么一个格局 那就和以前不一样了 对吧 以前的这个强绑 以前的这个防治 对 这个感觉防治更合适 成本低下更好 那谁会创新 你说的非常非常的对 这个 这就是我们后面 其实要讲的一些问题 就是人人都会选择 对自己最优的策略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 对整体是最最差的 所以 不管叫 这个求徒博弈也好 还是工地悲剧也好 其实说的都是这事 但是对中国来说 很不幸 中国的每个中国企业的最优策略 就是防治 所以我们也 这之前上次我们就讲过 生物药 实在中国的最优策略 就是做me better 这个谁做的好呢 这个百计神舟 但是如果中国人人都做me better 中国的生物药 肯定没有翻身之日 这个时候 我们后面会稍微再讲一讲的 就为什么从文化上要鼓励创新 注意 为什么文化鼓励 因为鼓励创新 创新者往往从经济效益上 是不够好的 对吧 所以也以为你要承担失败的风险 而你赢了呢 社会会获得更多 你获得的未必是最大的 那你还要不要做药 为什么 我们可以尊称你为英雄 所以就是精神鼓励 对吧 我不是在开玩笑 就是人的很多东西 人类社会的很多东西 都是靠精神鼓励的 比如说人的利他行为 对吧 理论上讲利他行为是 经常会带来 比如说你去救人 对吧 那你救人自己有可能牺牲的 对吧 那所以利他行为 在这个基因角度是不利的 对这个基因角度的繁衍是不利的 我们都看过一幅书 叫自私基因 自私的基因 对吧 这个道金斯写的 但是尤其是人类 这个人类和其他很多物种不一样 你比如你去草原 东非草原上看这个狮子捕猎 捕猎邓灵 或者捕猎野牛 邓灵还好 捕猎野牛 野牛其实很强壮的 一群野牛冲狮子冲过去的话 狮子是挡不住的 但是呢 当狮子捕猎野牛的时候 一群野牛都是跑 然后最后一个步被抓住 野牛就被吃掉 那如果野牛被抓住 所有野牛都回过城来去攻击狮子 这就完蛋了 对不对 但是不会啊 所有的野牛都是 他吃那只野牛 跟我没关系 吃就吃吧 所以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自私的基因在起作用 人类如果也这样 我们今天还在东非草原上跑着呢 对吧 但人类不一样在哪呢 就是人类呢 是有一个 所谓内在的利他奖励 注意哈 这个利他奖励 被内化到大脑里 因为没有物质奖励 那是你会分泌内非态 就让你自己感觉很快乐 所以这个雷锋 是他为什么愿意做 这个 这个 所谓叫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因为他内在很快乐 他外在的当然 就不是物质奖励了 对吧 所以只有人类 才有这样一个机制 这个机制呢 可以说呢 他形成了对 自私的基因的对抗 所以注意哈 这个道金斯 这个人非常神奇 一方面他提出的自私基因 自然界经常这种事情 是经常被看到的 所以很多人会觉得很悲观 我们人类怎么这样 但是呢 注意我们一直讲 人类进化和地球 所有物种的地方 都是不一样的 地球所有物种的进化 基本都遵循自私基因 但是到人那不一样了 人用的什么东西呢 用文化和自私来对抗 就我可以为群体牺牲个体利益 这是人类的高贵的地方 这个 但是呢 这个人类之所以能这么高贵呢 这个理论也是道金斯提出来的 叫什么叫谜音 叫MEM 这个MEM 它是仿造基因自己造的一词 就道金斯造出来的词 现在呢 这个MEM 这个成了一个学问了 就是文化是如何传播的 文化是如何影响人的 甚至呢 很多人认为说 人是被文化控制 就是你是因为文化而去现身了 注意呢 其实简单说 不叫文化控制 文化是人类开发出来的一个系统 这个系统能够对抗基因的自私性 使得人类的整体的精神力增强 所以我们要在文化上倡导 要尊重创新者 而且呢 要尊重创新的失败者 只要你是创新的失败了 我们要支持你 要鼓励你 你是好样的 为什么你支持 只支持成功者 这个太赤裸裸了 对吧 太自私的基因了 也要支持失败者 因为他才用文化来对抗自私的基因 这个是人类最了不起的地方 我们等到讲人类进化的时候 再详细讲 所以注意啊 但是呢 这个也很赤裸裸 也很可怜 就是这个确实每个人 如果你真选择了创新 你的压力就格外大 这个现身不是因为有信仰 是文化就是我们的信仰 不是宗教 这个因为什么呢 文化能左右我们的行为 不光是宗教 宗教是一种文化 宗教是一种被拎出来的 让大家都看得见了 左右我们的行为的文化 但实际上我们很多的行为 左右我们的行为的文化 这个背后都是没有那么显性的 对 对 说的对 信仰也是一种魔音 是的 当然这个memes有各种方法 魔音是一种 所以你看 创新就是一个悖论 对吧 你要不要创新 如果你我们人人都不创新 中国肯定完蛋 如果你创新呢 你会承担更大的风险 要不要做呢 问你们自己 反正我自己 至少大家知道 我是专门推动创新的 那你也就知道 我也在承担很大的风险 对吧 所以大家跟我们一起 在做创新的人 包括这个跟我们一起 就我们很多项目 都很多朋友都参与一起来投 那你跟我一起 在承担风险 对不对 因为我也不能保证 创新一定成了 我现在天天还是在 忽悠创新 忽悠好几十年了 现在还是在到处忽悠呢 创新就意味着没人干过 对吧 然后别人还是在反复问这句话 说这件事有什么先例 或者创新就没有先例 那别人还是问 那你的先例是什么 对吧 所以你要知道创新很难 然后另一个呢 就是这个生物药研发的 企业的全球分布 这个美国现在还是第一 50%是生物药 那中国是第二 20% 注意注意中国第二呢 有好有坏 好呢 就是为什么中国第二 中国以前特别落后 我以前就化学药的这个创新药 这个中国的化学药创新药 这个就一个化学分子 就是什么呢 氢化素 因为这氢化素拿了那门奖 真的是给中国人面子 但是呢 中国也挺丢脸的 我们的所谓叫新化学体 neochemical entity 就发现了这一个 这个印度都是不是 每年能够发现 一个两个新化学体 中国就那一个 美国呢 以前的这个新药 20年以前 30年以前的新药 基本上都是新化学体 就是50个 每年50个新药 基本上都是新化学体 后来呢 现在呢 也是50个新药 基本上是 都是新的生物分子 大分子小分子 还有呢 这个生物治疗 现在开始起来了 每年50个药里 大概有好几个生物治疗 有40多个的 这个生物分子 那以前 当然好像还是有一些 性化学体 就不多了 可能世界20个性化学体 30个生物分子 这样的结构 所以你看呢 已经大趋势 已经从化学 要转到了生物药 对吧 那但是化药时代 我们就很落后 生物药时代呢 你看就奋起直追 中国在这里面 我们能看得见的 这个产品管线 数量排名里面 这个上海复兴 从原来去年是66 涨到了今年23 说明增加了很多 新的管线嘛 然后这之前 还有一个江苏恒瑞 恒瑞现在中国 第一大的生物药企业 制药企业里 第一大的 江苏恒瑞去年是37 今年涨到16 那这管线数量在上升 那这个整体上升的同时呢 注意哈 基本上又有一个问题 就这些大企业呢 做的基本上都是 me too me better 就是所以呢 中国看似生物药的繁荣 不是因为我们的创新力增加了 而是因为生物药时代 这个仿制药能够被算数了 如果在化学时代呢 中国还是一个都没有 不算数 仿制药在生物药时代算数了 所以既要为中国高兴 中国开始赶上来了 也要知道呢 不是我们的创新力提升了 而是仿制药算数了 是我们的运气好 这种时候呢 我们的原创还要不要搞啊 对吧 尤其是仿制药值钱了 我们以前擅长的本事值钱了 我们还要不要去搞创新啊 这个实在是纠结啊 对吧 那然后呢 就下一个领域啊 下一个这个最最 尤其在这个产业界里面啊 去看啊 这个下一个最值得搞的领域 当然你说生物要接着房 没有问题啊 对吧 但是呢 领域还有没有创新 有没有机会啊 我们说呢 这个最大的领域叫核酸药物啊 核酸药物当然呢 理论上讲呢 也是有DNA和RNA 但是一般的核酸药物指的都是RNA 啊 为什么呢 因为你直接一个DNA表达呢 这个DNA本来就是这个 这个 它就是一个相对不稳定的东西啊 DNA 如果你用DNA呢 就它就往往不算DNA药物 算是叫基因治疗了 因为你要把这个DNA分子呢 结合进这个核酸 这个细胞核里面去 结合到细胞核里面 甚至要结合到这个 它的这个基因里面去啊 就在现有的这个染色体里面去啊 然后呢 它才能做到持续表达 那这个呢 叫基因治疗 因为你要把通过这个基因编辑 要把这个核酸药 整合到现有的这个 基因里面去啊 就现有的这个染色体里面去才行 那个就更复杂 它是这个更复杂的操作 那核酸药物呢 我们说基本上是结合 就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的基因没变 对吧 但是呢 基因从这个DNA 要能够变成蛋白 因为人类这个真正能够 就是基因如何控制人类的行为的啊 它是把这个 这个基因编了码以后呢 能够生产蛋白 然后蛋白的表达的量的多少啊 表达不表达 表达多少啊 这些呢 都是被基因编辑了 编成了的啊 那这些东西呢 会影响我们的其他的代谢啊 其他东西啊 这个人类是这样一个 这个影响的关系 所以就基因不直接告诉我们啊 你今天要干嘛 明天要干嘛 基因是用这个表达蛋白的方式告诉我们 但是基因不直接自己表达蛋白 就DNA不直接形成蛋白 DNA它在核里面 在细胞核里面 对吧 这个我们都知道我们人是真核细胞生物啊 就是我们的细胞两个两个膜 一个外面是这个细胞膜 另一个叫核膜 细胞核里面还有一个膜 这个DNA呢 在细胞核里面 不到这个外面来 那但是呢 蛋白合成不在细胞膜里 不在细胞核里面 在细胞核外啊 那怎么合成呢 就是等于DNA先表达 这个表达成一个RMA 叫MRA叫 这个MRA叫信使RNA 就是什么意思 它带了信号 带了遗传信息的RNA 等于这个DNA链 结合成另一个链 是RNA链 这RNA链呢 它是单链RNA的形式呢 可以通过 透过细胞膜 细胞核膜 透过细胞核膜 进入到这个细胞液里头去 然后呢 这个RNA上面就开始结合蛋白 就可以生成蛋白 它是这样一个操作 所以就是说呢 这个基因通过MRA当个信使 传递出来 然后在这个细胞核以外 在细胞以内 细胞核以外 去生成蛋白 那么 这种时候呢 我们有机会了 对不对 什么叫结合呢 或者呢 我把这MRA呢 给它封锁住 就不让它表达 对吧 或者干扰它 对吧 反正它表达不了 那就意味着呢 本来应该生成这种蛋白的 就生不成了 那很多病啊 就是人类的很多病 它都已经从基因层面上了解清楚了 很多病是因为 本来不需要表达那么多蛋白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蛋白就过量表达了 就生成好多好多的病 对吧 那现在我们就知道了 这个过量表达 它也是一样的机制 从DNA要变成RNA 然后RNA把信号传递出来 在这个细胞里面合成蛋白 那我现在把RNA阻断掉 我不让它这个表达的不就行了吗 所以叫这个呢 叫这个RNA诱导 RNAi 或者呢 叫ASO 用这个叫寡核肝酸 来把它给block住 这两个的区别不是特别大 因为第一个都是这个短链的 这个后面我们有更详细解释 都是叫小核酸药 短链的核酸药 那区别呢 就简单说呢 这个反应核酸就是一个单链 单链一个小核酸 要看着你的MRA过来 咱俩特意结合 你跟我结合你跑不了了 你没法去翻译蛋白 形成蛋白了 这个小核酸小干扰核酸呢 就是这个RNAi呢 是双链 看到你我再解开 再跟你结合 就是这么点区别 但是这样的目标都是干扰它 那这个现在成了热点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从基因层面都知道 蛋白的表达的多和少 当然还有另一种 所以叫叫MRA要是什么呢 就是我 因为很多的 基因层面了解的 这个问题所在 都是或者蛋白过量表达了 我把这MRA锁住 不让你表达 或者呢 蛋白没有表达 本来该表达的 它不表达 那怎么办呢 我假传圣旨 对吧 就是其实在不表达的原因 就是说 这个我的DNA应该表达 但我根本就没表达 对吧 那怎么办呢 这个没表达就不会生成 信使RNA 就不会到体体 这个这个细胞内去合成蛋白 对吧 那我从体外插入一段 MRA片段 因为这个细胞 它不是聪明的 细胞它是个机械化的操作 对吧 这个 所以你插入MRA片段 它也不知道 这是你假传圣旨的 它一听是圣旨 就自动执行 所以这MRA片段 进入到这个细胞内 它就自动开始编码蛋白 就形成蛋白 我本来MRA 我本来DNA 这个细胞核里面 并没有传出信息来说 让你编码蛋白 但是我从这个细胞核外 其实细胞外 传了一个信息 假传圣旨进来 这个细胞也分不清楚 我就开始来 合成这蛋白了 那怎么把这信息传进来呢 我们上次也讲过 就是载体 很多是所谓叫 现相关病毒 就是一些类病毒的一些载体 这个或者一些智力 或者就传进来 但是问题呢 这个传进来也不容易在哪呢 就是它这个 你首先这个 要能传染的 对吧 你就是相当于是病毒 我要沾到这个病毒 我要先把这个病毒的壳 贴到这个细胞上 然后再从细胞打开个口 把这个 我这个体内 有DNA 有RNA 这里是指的 RNA 把RNA注入到这个细胞里面去 有一整套操作 就等于说 我要把病毒做了改编 用了病毒的壳 和病毒的这个传染机制 但是那个里面的 这个 遗传物质不是病毒 而是致命的东西 而是救命的东西 而是治病的东西 对吧 是MRA 是我设计好的 让它去特意性的表达 某些人体没有表达的蛋白 它有这么个机制 对吧 就是让它形成表达 或者不表达 当然这也没有难度 比如说 它要在哪个细胞里表达 哪些细胞里表达 对吧 有些细胞 我想让它表达 它可能未必传染的了 有些细胞都不想让它表达 它就会表达了 它也不好 所以呢 都涉及到问题 就机制很清晰 但是你具体到治病的时候 能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这个影响因素就多了 对吧 所以还是一样 不代表它必然好 都是最后看结果的 所以我们讲 八点是对的 对吧 这个 我就要表达这个蛋白 对吧 然后呢 这个分子也是对的 我特异性合成的 对吧 MRA还有一个好处 因为我只是想合成 这段 这段这个遗传物质 对吧 那我就专门特异性合成 所以它不会 这个分子结构 不会出问题 但是呢 最后可以出问题 临床可能效果不理想 还是会淘汰掉 所以核酸药物是个大机会 因为它是 半路截胡 甲传胜脂 对吧 那机制非常非常好 对吧 这个就前面问题都省掉 但是后面问题省不掉 临床效果依然不能保证 一定好 对吧 那包括说呢 这个 我们说 所以这个 核酸药物呢 现在是个大热门 因为看得见 它从这个 更本质的原理入手 去解决问题了 我们这说 这个重要教育 列了一大堆 然后呢 包括这个 你看中国 也一堆 这个小核酸药物 也是临床在研 对吧 那顺道说一句 这个小核酸药物里面 这个热点什么呢 就叫癌症疫苗 或者叫肿瘤疫苗 那么要肿瘤疫苗呢 尤其是 这小核酸药物里 注意啊 肿瘤疫苗 不是指的干扰 不是RNA 不是干扰RNA 不是把别人的RNA 给封锁住 就能治肿瘤 这治不了 就是 禁止它表达 是治不了的 是要让它表达 才能治 但是问题是 为什么在细胞里 表达了蛋白 就能治肿瘤呢 哎 它是干嘛呢 就是在细胞里 特意的去表达 所以叫抗原的蛋白 就是激起免疫反应 我表达什么 抗原蛋白呢 我表达的是肿瘤细胞 表面的一些 特异性蛋白 就是肿瘤和这个 肿瘤和新冠 有一个共性 就变异性特别强 那变异性 但是呢 变异性再强的肿瘤呢 它表面也有一些蛋白 是相对保守的 就是相对不容易变异的 你把这些 不容易变异的蛋白找到 但是 这个你不是用肿瘤 去做免疫 你是把这蛋白找到 然后 你当然你提炼蛋白 很不容易 那你怎么办呢 把蛋白 编码这段蛋白的DNA 很容易找到 或者把它变成RNA 信使RNA 我不需要从DNA开始编辑 对吧 我们说 原始的编辑过程 从DNA翻译成RNA 然后再编辑 但是我们中间可以截胡 它没有这个DNA 说这话 我可以直接插入RNA 反正它也分不清楚 它就直接编辑 说我想要的蛋白了 所以呢 人体 不产生这种 这个肿瘤病毒蛋白 但是呢 我给它插入一段 mRNA 它就会在人体里产生了肿瘤病毒蛋白 但是这肿瘤病毒蛋白呢 这个首先它是无害的 因为它不是肿瘤 它只是表达了一个肿瘤表面的蛋白 那蛋白其实别的啥用也没有 所以它对人体没什么害处 然后但是呢 它能成功的激起比较免疫原性 就激起这个人类的这种各种的这个T细胞啊 这种杀伤性细胞啊 就是人类的一个免疫系统被激活 然后而且激活呢 是被特异性的激活 就被这个东西激活的 那所以人类免疫系统看着带有这个蛋白的细胞 就把它吞噬掉 就把它干掉啊 那这细胞是什么 黑症细胞啊 就把它干掉 所以呢 一个来说呢 我们要知道都是mRNA药啊 一种mRNA药呢 是利用mRNA呢 就是两种mRNA药用法 一种是关掉mRNA的功能啊 就是说叫mRNA干扰啊 或者是这个叫ASO 另一种呢 是本来没有这mRNA让它表达啊 在这个表达里面有分两种 一种呢 人体缺蛋白啊 通过表达的方式呢 让它产生你缺的蛋白 但是一般来说呢 这mRNA这种表达呢 就会过一段时间就没了 因为它mRNA待不住啊 过一段时间就没了啊 所以要持续注射 这不是好方法 最好方法要从DNA上去修饰 对吧 那另一种呢 就是mRNA呢 它去生成一些 我们想要产生免疫原性的蛋白 因为它生成这个蛋白 生成抗原呢 它很赶紧 我只生成这个抗原 那所以我的免疫效果会非常好 那这个呢 就叫mRNA疫苗啊 因为我激起免疫反应 叫mRNA疫苗 那这个现在的 这个新冠就是这样的疫苗 就用mRNA去 找到新冠里面 那个变异最小的蛋白 然后呢 用mRNA 这个去编码 就编码这段蛋白的mRNA 我把它批量复制 注射到体内 这mRNA就在体内开始表达这些蛋白 表达完了以后呢 那就激起了免疫原性 那这个以后 看着有这个蛋白的东西 就会被这个免疫系统给它吞噬掉 那这是什么 就是新冠病毒5倍 病毒就会被特异性的捕捉 给吞噬掉 就叫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新冠疫苗 那同样的原理呢 如果你把它编码的 是肿瘤表面的蛋白呢 就叫肿瘤疫苗 所以呢 注意哈 疫苗的说法呢 疫苗的特点是 对这个 某种免疫原性的东西 去特异性的攻击 用自己免疫系统去攻击抗原 这就叫疫苗 激发自己免疫系统去攻击抗原 就叫疫苗 它不是说预防才叫疫苗 我们从小就打疫苗 我们打疫苗的就会得到一个错误结论 就是说我要预防某个病 我就先打个疫苗 对吧 但是呢肿瘤疫苗不是肿瘤疫苗可以是治疗性疫苗 因为我打完这疫苗以后 我的免疫性就开始攻击我体内的肿瘤 如果我还没有肿瘤呢 我还不打这疫苗 打他干嘛屎啊 对吧 因为我也不一定会非得得这肿瘤啊 对吧 所以我们的肿瘤疫苗的特点 注意哈 叫做治疗式疫苗 它是肿瘤治疗的 未来的一个主流方法 它会很有效 因为它会特意性的杀伤肿瘤细胞 但是它不是预防 肿瘤没有办法预防 有些肿瘤能预防 很少见 最常见的预防呢 是肛颈癌的预防 因为肛颈癌是因为一些 这个 我们现在已知了哈 是被所谓叫这个腺病毒 就是是一个非常常见的 这个女性容易被传染的这个病毒组织 如果病毒 如果女性被这种病毒传染了 经过一段时间你没发现 也不治 过一段时间呢 就容易诱发出来 女性的这个肿瘤 但是呢 这个非常少见 就是肛颈癌肿瘤 就这一种 这个其他的肿瘤呢 还有很多肿瘤 可以被外部东西诱发 但是我们人类得肿瘤的原因 很多并不是因为这些 外部致癌物质诱发的 而是它自己 这个细胞出现了问题 所以没有办法预防 就是所以极少数肿瘤可以预防 大多肿瘤不能预防 那但是呢 这个肿瘤慢慢理论上讲 都可以开发出肿瘤疫苗来 能够针对性的把肿瘤来杀灭 所以它是一种治疗性疫苗 那治疗性疫苗的这个标准性的公司呢 就是BioNTech 当然是两个了 我们都知道这个现在 这个美国比较 这个 这个新冠疫苗比较好的两家 一家呢 是辉瑞 其实辉瑞背后就是一家BioNTech 辉瑞自己没这技术 这个BioNTech是德国公司 他们做的 那另一家呢 就是莫德纳 我们都知道 莫德纳呢 现在的市值 这个 是这个BioNTech的一倍 为什么呢 其实我认为呢 主要 注意 主要因为它是美国公司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其实呢 之前就有一个疑问 很多人在刚刚开始 要研发MRA的这个 新冠疫苗的时候呢 就批评 就说这件事不靠谱 为什么 因为在过去 就是MRA这件事 MRA可以用来治疗 这件事 就是肿瘤疫苗的原理 激励 这个理论成型 大概有20年了 20年到现在 一个新药没上来 那很多就会说 那你到底做得出来 做不出来 你应该没有这新药 做出来的可能性 对吧 但是呢 实际上新冠加快了 这个MRA疫苗的研发速度 因为如果没有新冠的话 这MRA疫苗还审批不了呢 对吧 为了新冠加速的审批 才通过的 那么 所以莫德纳是搞得早 但是莫德纳 这么多年 没有一个药物审批通过 那为什么 因为其实 它进入了一个误区 它这之前呢 想拿MRA呢 去做基因编辑 就 其实它是往基因编辑 这个路去走的 那 但是呢 这个基因编辑呢 其实理论上讲 MRA做基因编辑 是有缺陷 所以 它到现在 一个都没通过 那后来因为有了疫情 所以它才调整到 用MRA重点攻克疫苗 然后呢 发现说 这个不光是 这个传染病 这个病毒可以有疫苗 其实肿瘤也可以有疫苗 它才转过来 谁是一直就在搞呢 BioNTech 早早就在搞了 这个肿瘤疫苗 所以真正肿瘤疫苗 早的搞 搞得早的是BioNTech 那么所以你看管线 也看得出来 对吧 BioNTech的管线 我们画红的部分 是它管线里面的肿瘤医疗 疫苗 你可以数数有多少个 而且有好几个 进入二期临床了 对吧 有四个进入二期临床的 对吧 那你看这个 莫德纳呢 它有肿瘤相关的疫苗 只有这个 只有五个 然后只有一个进入二期临床 差不少呢 对吧 那是意味着什么 那我们都知道了 这个通过 这个新冠疫苗 我们发现说 肿瘤疫苗是MRA最好的机会 而不是基因治疗 对吧 而肿瘤疫苗呢 而这个疫苗里面呢 又是肿瘤 又是个大象 就是基本上就是这个 病毒疫苗呢 未来还会搞 因为你指不定下一个 这个新冠是什么 对吧 你还会搞 但是呢 一般来说像新冠这样的东西呢 都是这个政府采购的 它会给你流利润 但是不是暴力 那而这个肿瘤疫苗 它是个纯商业操作 因为它又能够治病 它又能救命 它是个纯商业操作 所以肿瘤疫苗的市场 会非常大 但是在未来 你看 所以MRA的未来 在肿瘤疫苗 肿瘤疫苗里 谁会有更好的表现呢 BioNTech 但是BioNTech 现在市值呢 大概是这个 这个 这个 莫德纳的一半 它298亿 这个莫德纳是483亿 这个一半多一点点 那你就知道 谁未来更有潜力了 对吧 当然呢 顺便说呢 都跌得很厉害 这个 基本上都 我看这个 原来 这个BioNTech 在最高峰的时候 是现在的三倍 现在已经跌到三分之一了 那 这个 所以 未来长期看 我认为BioNTech的潜力会更大 对吧 因为大家都跌了 但是呢 这个我的 这个 因为 尤其研发型企业 主要看管线 就是看你后面 还有什么好产品 对吧 那这个 这个 不论从管线的产品数量 还是从方向选择上来讲 BioNTech 都比莫德纳做的好 所以 这个谁会好 我们就已经说清楚了 那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是一个大热点 对吧 但是这个不管 这个怎么样呢 整个来讲呢 这个生物药的研发呢 就是周期长成功率低 那生物药企业的机会在哪 所以基本上 生物药企业都会用于什么策略呢 尽快上市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上市了以后呢 这个 他这等于全社会承担成本了 所以 我们一直强调这一点 就是说 说起来呢 这个很多 这个好的 尤其什么天使投资 不让这个普通人投 说我们普通人的这个 叫这个风险承受能力差 但实际上呢 这个股市里面 真正愿意承受风险的呢 都是散户 对 这个大基金反倒不敢承受风险 大基金又止损指标 一旦 这个到了一个什么点 他止损 他必须要退出 所以大基金不敢承担风险 这个好的 这个承担风险的 都是这些个人 股市里的散户 所以实际上是一个 所以你就知道说 不允许这个散户投天使是错的 唯一要求呢 就是散户投天使 不允许太大量的投资 就是散户的意思 我钱不多 我如果把我不多的钱 全部都放到一个 这个天使投资项目里面去 那如果他赔了就赔了 对吧 我风险 因为风险还是有的嘛 但是呢 我如果每个都少投点 我做天使投资 是和这个投股市 没啥区别的 因为股市也是嘛 对吧 这个我散户也可以买进去 对吧 而且这个 我们讲这个散户的冒险 其实是更多的 冒险行为是更常见的 你要鼓励冒险 对吧 那么所以这个生物药企业 它就是鼓励冒险的一个机会 鼓励冒险的一个机会 是这个体现在哪呢 就很多医药企业 生物药企业呢 它就上市了 这个 然后这个上市 什么时候上市呢 是在这个临床前 临床的多数 临床二期就上市 那这个 当然呢 甚至有更少呢 就是临床前就上市 所以你看这指标 我们右边这个图 这个红线呢 是临床期就上市的 这个 基本上都不是在 这个产品出来之后再上市 都是在临床期上市 为什么 因为临床很贵 用临床期上市 募集资金 用公众的钱去做临床 自己的钱拿来做临床 还是舍不得 对吧 通不过怎么办 对吧 然后但少数呢 临床前就上市 临床前上市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呢 就是它有一些技术呢 是平台型的 未来看得见机会 所以呢 坦白讲呢 我们前面说的比较悲观 你看这个 进入临床的 药的数量暴涨 但是呢 这个能够获批的药物 数量呢不多 但是呢 确实呢 现在有好多药物 确实是平台型的 或治疗方法是平台型的 那未来会不会 在未来这些年里 就每年获批的数量能上升呢 现在也不能说就不能 就过去没上升 那未来不见得就不上升 因为确实有很多新的 治疗方法很领先 这个 甚至呢 这些治疗方法领先 造成呢 这个很多 没进临床的企业 都可以上市了 比如说 那个Adidas 张峰那个 对吧 这个基因编辑的企业 它就是没上 没进临床 它就上市了 为什么没进临床 都能上市 就因为大家对这个平台 太有信心了 没问题 所以这个生物药 就是这好处 你如果是平台级的 这个革命性的 你不进临床 就可以上市 但是呢 普通的 基本上都是 进临床就上市 就标准 就都不是 很少看见说 这个都产品都获批了 还没上市的 很少 基本上都是 二期临床就上市 都 当然这个 也有三期的 稳健一点 就三期临床上市 这个 激进一点 二期临床上市 当然如果一期临床 就比较少见 那么 二期临床上市 基本上是常态 然后呢 当然上市完了以后呢 你这只是公司上市 你还要产品上市 对吧 那产品上市完了以后呢 那就有好和坏的区别了 对吧 那当然最好的呢 就是大获成功 大获成功叫blockbuster 就是你这个一年 能销售 能到十个亿以上 那这个太厉害了 那一般来说呢 多数呢 就是说good drug 还不错 能够赚回来钱 然后呢 这个 有一些呢 叫做specialty drug 就是我只是 某一个小品类 这个我得 这个所谓 尤其是很多的 叫offen drug 叫这个孤儿药 我这本来用户书上就少 我就这个 这个就不可能赚大钱 当然是呢 很多specialty drug 很多offen drug呢 会申请这个 加快临床 减化临床 所以呢 我争取少花钱 这样我也不多赚钱 也可以接受 其实这几年 这50个药里呢 越来越多的offen drug 出现了 那一方面 offen drug 确实 因为它治疗效果好 所以它贵 另一方面呢 我临床的时候呢 少花点钱 最后也能形成平衡 然后最后一个 当然就是最惨的 叫没货批 这个也很多的 没货批 那这个没货批怎么办 没货批 我又已经上市了 它会有什么后果 新药上市 又没货批 有什么后果 当然我们先看货批 因为我们说上市 还没货批准 我们就上市了 对不对 上市完货了批准以后 货了批准以后 股价直接翻倍的 非常正常 所以这个是 所以你会看到说 这个风险确实大 对吧 但是呢 很多人愿意 越是这个散户 越愿意博弈把 这个很多 小生物药企业 潜伏着大量的散户 这个就博弈把 博弈把 有时候你这个 真的是这个新药上市了呢 还真能赚着钱 所以我们说这个 这个这个 很多股价不光翻倍 翻好多倍子 多多的是 这个你看这个 我们举着左边这个例子 翻了 这个11倍 右边这个翻了一倍多 所以这非常非常正常 然后但是呢 没货批怎么办 没货批 也得跌 也得跌一半 对吧 这个 我们也举着另一个例子 这个 他是2020年的时候 这个 二期临床失败 这个 然后呢 药物研发中止了 因为他的这个 主打药物 药物研发中止 他跌幅 跌了80% 这股价跌了80% 一天 对吧 这个 就是反过来例子 甚至过分的呢 就是就直接破产了 就是新药研发没过 这个 通不过 最后直接破产 当然破产原因呢 其实这个呢 FDA还没有 这个 完全 枪毙 FDA是说 对这个药理学 提出了质疑 允许他自己 这个自便 给了12个月 重新提交申请 新药申请的一个 这个 这个机会 但是呢 这家公司 这个 资金耗尽 为什么呢 因为往往一般的 确实你到这个 货批之前啊 就兜里没多少钱了 就是指望货批完了以后 一个货批股价上升 你在融资也很容易 就往前走了 但是呢 如果没货批呢 你确实都有没钱 这时候你在融资呢 你一没货批 你在融资就特别难融 这个 他人有这种心态 尤其是你注意哈 你这个没货批融资呢 你是 就即使上市企业 上市企业也可以找 别的投资机构融资的 而且一般找 别的投资机构融资 会给 给个折扣的 会给个优惠的 所以 你要真的大笔融资 即使上市企业 你要大笔融资 那你找投资机构融资的时候呢 投资机构 我们说他抗风险能力 其实是弱的 不是散户 如果我这个临床没做好 我找散户去要钱 我在增发 往散户那增发 可能人散户还愿意投 但是呢 基本上这个FDA 这个SEC 美国证监会通不过 你往散户 你都已经都这问题了 都这情况来 要找散户增发 不行 你只能找这个机构增发 对吧 那你找机构增发呢 机构一看 你都已经都这水平了 不投你 所以就注意 机构投资人 基本上只是锦上添花 绝不雪中送炭 他不落井下石就不错了 有一些还有落井下石的呢 对吧 什么叫落井下石 就我已经投进去了 你出了问题 这个 如果你出了问题以后呢 这个 其实是 尤其是两种机构 是不一样的 一种呢 是我就是一个VC 或者是一个PE 就是我一个资本投资机构 那我呢 不太愿意让你这个清盘 因为你清盘了以后呢 我的以前投资全都损失了 你只要没死 我就可以说投资还没损失 你公司还活着呢 对吧 那 另一种呢 是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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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这个大约要企业的战略投资 那大约要企业战略投资 绝对你没前途了 那我就宁肯清盘 因为什么呢 清盘呢 少损失一点 是一点 清盘你现在还没有把全全耗尽 你还能再还我一点钱 我走人家吧 我就 这就是落井下石了 我绝不会雪中送盘 所以我们就碰到过我们投的项目 这项目非常好 但是呢 在三期临床的时候 中期效果不理想 然后呢 这个 本来是有大的这个 医药企业 是这个 主要投资人的 我们是看中这个 我们才投进去的 结果原来不懂嘛 就是说实战才会懂的 结果等到这个企业临床出问题的时候呢 这个大医药企业 第一个提出来 这个公司清盘 为什么清盘完了 我还能带点钱回去 你后面我不看好了 因为你只要出问题 就等于是有污点了 我绝不相信你浪子回头进不换 我不玩了 但实际上后来我们跟这个 这个用了这个统计专家来做分析 基于项目数据做分析 就找到了问题 其实不是这个 我们的 这个是个医疗器械 不是我们医疗器械的问题 是实验设计问题 然后我们改进了实验设计 这个FDA有通过 同意让我们重新做三期临床 所以刚才讲这个 三期如果没通过 是可以重新申请的 这个重新申请它要通过 就意味着它对你还是有认可的 但是呢 这个结构就变了 就我们就变大股东了 因为原有大股东退出去 所以你会看到说 都是投资机构 那不一样 有的这个 这个有的就是愿意跟你长期玩 有的就是 一旦发现风险 我就不玩了 我就掏钱走人了 这个 对这个 这个 英利同 刘的言特别好 说索罗斯曾经说过 金融市场不是不道德 而是非道德 这个说得非常好 就金融市场有自己的规律 这个包括我们现在在 做spy上市 这个上市本身有自己规律 金融市场有自己的 对什么东西认可 什么东西不认可 有一套自己的这个思路在里面 我们会这些年在慢慢在积累更多 以后慢慢要把这个金融市场的思路告诉大家 这样你 你还要 不叫讨好他吧 最起码要让他认可你 对吧 所以你要做一个东西让金融市场更认可你呢 你的路就更顺一点 因为容易拿着钱 对吧 所以我们还是要理解钱的逻辑的 对吧 这个我慢慢也会再多跟大家讲 那简单说呢 钱的逻辑啊 就是这个金融天花不取冲冲探 所以一旦这个FDA 没批准 虽然给你延期了 本来是死缓 但是呢 这个没有人投资你 结果变成被活活饿死 本来是死缓 结果在监狱里就不共犯了 结果这人还没轮到这个 要不要死刑的时候就被饿死了 这个很正常 对吧 那 然后呢 大环境也有影响 对于大环境有影响 比如说这个 这个你看这个 今年的IPO 这两年的IPO数量在下降 这个 去年IPO还很多 因为去年前多 这个资本市场 这个泡沫大 今年资本上泡沫在挤泡沫 结果挤的造成的IPO数量少 就说明什么呢 还是一个道理 我们不太认同挤泡沫 挤泡沫呢 就是这个所谓叫做这个 提高这个 资本利率 对吧 然后呢 这个结果造成的结果呢 不是 这个 因为老百姓不消费 所以供需关系呢 恢复平衡 所以这个 这个通货膨胀上升 不是这样的 就是一般提高利率以后呢 这个不是老百姓不消费 老百姓该消费 还得消费 而是造成呢 生产方 就是供应方 资金短缺 你看上市都不好上了 供应方会资金出问题 结果造成呢 更进一步供不上货 你看需求并不能抑制下来 抑制的是供给 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 美联储提升利率 对通货膨胀 是没有作用的 或者最多是负作用 因为历史数据已经早就证明了 这个美联储提升利率 不能抑制通货膨胀 原因就在这 提升利率是抑制的是供应方 不是需求方 对吧 你本身供应就 这个不足 你才造成通货膨胀 你再进一步抑制 供应那不更通货膨胀 对吧 当然呢 这个现在呢 还不是最糟的时候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数据 这个能够融到的钱 这个大小公司还挺多的 尤其是呢 就叫cash balance 就是小公司账上的钱很多 因为去年刚融完钱 不可能今年就花完 对吧 还有过个两三年 所以未来两三年 小公司会有苦日子过 因为融不到 钱就慢慢消耗 所以就简单说 一个政策的决策 就是所谓叫提升利率 这个决策 往往并不只是影响的是今天 往往它的影响有好几年 明年后年 大后年 它都会持续影响 因为明年后年大后年 大概小生物企业 融资会碰到一定的问题 那这种时候怎么办 一般的办法呢 就被并购掉 当然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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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资IPO数量下降 这个我们就说过了 不说了 那当然一种办法 就对外授权合作 我把这个跟着联合 联合开发 但是像授权合作不普遍 授权合作呢 这个我们容易想到的呢 授权合作就是这个最典型的 这个 白济神舟 白济神舟授权了一个这个 PD-1 那但是这种很罕见 为什么呢 因为正好呢 这个国外 我们原来讲过 PD-1最开始注册两个 K要N要 K要O要 对吧 这这两个要呢 直接抢了特别大的市场 那我们也说呢 这个生物要有一个特点呢 就你不用等专利过期 你可以立刻去抢 但你立刻去抢 以前如果你没研发 你就抢不了 所以呢 别的大的医药公司 一看说这个市场很大 很肥 但是我以前没研发 那我现在不想错过这机会 我就去找到百济神舟 你的研发东西转给我 这样我来大量卖 我给你分 对吧 这就合适 但是这种事情 比较少 就是正好有一个大类 然后呢 有小研发公司做了 大的公司眼馋 我愿意用 这个 这个licensing的方式去获取 然后我来卖 这比较少 多数呢 干脆一看你不错 就给你收购掉了 幸亏百济神舟 已经养到足够大了 不愿意被收购 所以你只能跟他谈 这个 这个授权 对吧 所以但是比较少见 多数 大公司不会 我 我来做销售 分你钱 因为销售是我的核心竞争力 对吧 整个医药的核心 注意医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不来自于药品的研发 来自于销售 因为我销售能力强的时候呢 我可以买公司 我可以买断你的药品 对吧 我不用 我不用担心 别的 我只要有销售实力 我就一定活得好 所以销售实力 是我的看家本 是这种时候呢 就大的医药企业 都不愿意跟别人分成 所以这个license的这种方式 比较少见 除非是你有好东西 我吃不下 大多数就直接并购企业了 并购完企业以后 它好在那儿 并购完企业以后 我的销售的收入就全是 这个药品的产生销售收入 都是我的了 对吧 然后呢 徐远说美国通胀 主要是工资通胀 是瞎说 瞎说 这个 我就不多评价了 这个 美国公司这些年就没那么涨 哪来的怎么涨 然后 这个 所以简单说呢 就是 这个 用license的方法 把自己的技术给别人 这个不是小公司的一个机会 那小公司的机会是什么呢 就是被并购 就是被并购 当然呢 被并购呢 这个 我们说这个并购案 其实越来越 这些年还是越来越多的 我们认为 尤其2022年很可能是一个并购案的一个高发时间 但是呢 高发完以后呢 可能明后年更多 因为现在虽然高发呢 为什么高发呢 是因为现在确实很多医药企业的估值下来了 就是整个股市不好 估值 跌了很多 然后呢 这个 现在的问题呢 是估值虽然跌呢 很多公司收了 还有大量现金 还等到明后年现金都出问题呢 那卖的更多 对吧 这个估值还会跌 那卖的更多 所以明后年的这个 对小医药企业呢 是个头疼脸 是 这个 而且明后年的并购可能会更多 今年并购已经多起来 明后年可能会更多 并购当然有各种 从大企业角度 小企业角度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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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好的退出手段嘛 因为如果你给的价钱合理 虽然我看似乎就估价低了 我当年做的时候才多少钱 对吧 我都做到上市了 因为现在他的这个特点 就是他 这个生物药企业的并购 都是上市以后的并购 这个和别的行业很不一样 别的行业的并购 往往都是上市前并购 你公司上市前 我给你收购了 这个生物药大量的是上市后的并购 这个 然后呢 这个 上市后并购就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你能够并购出去 我本来上市后 我可能还会死 对吧 就是我们讲过上市后死的 在生物药里面比比皆是 对吧 这别的不一样 别的企业上市后 别的行业上市后 死亡的比率就下降了 生物药行业上市后 死亡比率的相当高 为什么 因为他这个 公司上市的产品没上市 产品不一定获批呢 对吧 所以死亡率很高 那么死亡率很高 有人买了我接盘了 我死不了了 我就掏陷走人了 所以这个 上市的生物医药企业被并购 是个非常好的出路 那所以对这个 这个 这个 共方 是个好结果 那对虚方呢 那我为什么要并购你 我们说几个 一个要加强管线 这个领域我没搞 这个 比如说这个 格兰苏什克 我要强化我的疫苗 但是呢 因为疫苗也是一个独立的 就是 这时候要做个解释呢 就是说 我们很多人一说生物药企业 然后就 然后有几个头部 几个大企业 好像是一个行业 那生物药产业是一个完全 就是它是 像你可以把它看成一个 一个 自由市场 这个自由市场里呢 这个摊是卖水果的 那个摊是卖蔬菜的 那个摊是卖肉的 他们之间有什么 竞争关系吗 没有 为什么 这个 我买蔬菜和 就不可能买了肉了 不买蔬菜 买水果不买肉 两码事 对吧 所以实际上 它唯一的相似地方 都是 就是都跑医院 只不过呢 去不同科室 不同科室的药 没有关系 对吧 相互没有关系 除了凑在一起以外 没有什么关系 对吧 所以生物药企业 生物药市场 不是一个大市场 是一堆小市场 那每个公司 你要看的是 它在哪个小市场 里领导地位 所以在 整个生物药企业 你会发现说 即使头部生物药企业 最大的生物药企业 它在整个生物药市场里的占比 一般没有超过10%了 金钱很小 对吧 你头部企业 竟然在整个市场里占比 超过10% 这个是不对的 这说明什么 如果你不懂 生物药市场 你的分析就说 这叫蓝海 这是个机会 你可以出大头部的 但实际上 你要懂就知道 每个行业 每个领域 是每个科室的用药 实际上是不交叉的 不相关的 它是这些小市场 你要看的是 这个企业 在这个小市场里的占比 比如说 我在心血管里 对吧 很多大药厂 我在心血管里 全世界占比30% 那已经很大了 对吧 因为那么多药 对吧 所以你要看 它的小领域 那比如说 像我们讲的说 疫苗 疫苗也是一个 独特的小领域 为什么 疫苗呢 倒不主要是跑医院 主要是 它有一个自己独立的系统 就是疫苗的 分发 销售 配送 它是个独立系统 那你做进去了 你能做A疫苗 也可以做B疫苗 也可以做C疫苗 所以你会在疫苗里面 加强你的管线 有更多的疫苗 能够提供 所以这是为什么 格兰苏士科 我肯定是 以前有疫苗 疫苗这个市场 我已经站进去了 那我为了让我更强 我要购买别人的疫苗 我要把这个疫苗 前充进去 其实一样 心血管 我一般来说 我有一个进去了 我就会有第二个 第三个 为什么 我卖一个也是卖 卖两个也是卖 我这个 如果有一系列东西卖 当然我就会更稳 所以它在每个领域里 它是希望扩大份额的 但整体不是 所以这是生物药的特点 所以加强管线 加强自己这个份额的 这个 自己这个领域的份额 那第二个 需求转型 这个领域没戏了 我换一个领域 就是寻求转型 这也有并果的方式 寻求转型的 然后呢 稍微要提一句 就是中国 美国有一个上市公司 叫F-Star 是被中国药企 描上了 这个 2022年的事 它2020年上市的企业 有三款 这个叫双抗 双抗候选 双抗的意思就是 单抗就是 一个抗体 它抗一个抗原 双抗就是 它有两个位点 抗两个抗原 当然在结合的机会就更大了 对吧 那这个 药物是挺好的 但是呢 这个也是 还没到上市呢 都是到二期临床 这种时候呢 你要能够谈得拢 你把它收购 我们讲的上市以后 被收购 这个公司的 这个创始肯定是赚的很多的 这个又不会去担心 这个 这个临床不过的风险 所以还是 这种时候呢 还是可以买的 那而且呢 价钱也不那么贵 因为它 这个一般来说 上市的一个公司呢 总得市值过亿 那现在它2020年上市 那现在21年 22年 对吧 已经过两年了 卖1.61亿美元 这个没涨多少 当然没涨到原因 很简单 到三期临床才会涨 二期过了会涨一部分 三期过了 上市会涨得更厉害 对吧 它一点点涨 所以你在二期上完市 还没有过完二期临床 那就不会涨太多 那这种时候呢 被收购掉了 这个呢 是挺好的一个收购案例 就是说 这个时间点选挺好 那然后呢 产品也有它的特色 主要关注是什么呢 这个收购的 这个公司叫做中国生物 这叫名字挺起来挺大 名字挺起来挺大的原因呢 是因为它是个香港公司 香港上市公司 因为在香港注册呢 叫中国什么什么的 不受限制 在中国注册呢 就不能叫中国什么什么什么 因为这个叫中字头的 这个企业呢 要这个 这个中央政府批 基本上批不下来 这个能批下来 都是大型国资企业 你要是中国生物 这样他们的大型国资企业 对吧 这个 我不知道给大家讲过 这个笑话没有 原来 我有朋友 这个原来这个说 他们这个 中国移动 在成立的时候 就是筹备组 他们就进去了 就是筹备成立 中国移动 然后他们要第一件事 就到这个工商局去注册 对吧 这个要成立公司 然后呢 当然是 实际上是 找就中央政府批完了的 就是 成立公司 叫做中国移动通讯 集团有限公司 还叫什么 然后呢 这个公司 都要有一个简称 他们这简称 取的名叫中国移动 然后这个审批的人一看 谁说 你们这个简称起的不好啊 为什么不好 你们想把中国移动到哪去啊 要中国移动 把中国都移动走了 这国字头的这个东西 还是要审批的 香港不需要 香港有很多叫国字头 听起来特吓人的名字啊 这个 我们来在香港都注册了一个叫做 中国移动通讯投资有限公司 后来这个中国移动 给我们发个函 说这个 你这个容易隐形混淆 建议你把公司关掉 我们其实理论我不关 我跟他打官司是可以的 但是我这个没那兴趣啊 就把他关掉 所以在香港随便住 你只要不惹气别人的 因为中国没有一个叫中国 类似中国生物之药的 所以你这么做 没人理你 所以他叫生物之药 那其实是个私企 这私企呢 其实挺厉害的 是谁呢 是泰国政大集团的 就是说 这我们都知道呢 政大是这个泰国首富 这个泰国的第一家族 然后呢 这个政大的这个现在呢 现在的这个这个这个老大呢 是这个叫谢炳 是实际上是当年 政大创始人的孙子 然后呢 现在呢 他的谢炳的孩子接班了 两个人 一个叫谢奇润 一个叫这个谢成润 都非常年轻 一个是92年 一个是95年的 你看95后都起来了 对吧 然后呢 都是学霸 这个弟弟好像也是沃顿的 姐姐是沃顿的 弟弟好像也是沃顿的 就是这个美国最好商学院毕业的 学习成绩肯定好 然后呢 当然也不完全保证 这个这个这个 特朗普也上过沃顿 这个他们家有钱就行 这个美国这个这个学制 还是对这个有钱人 是有很大优惠的 所以好不好的 反正他就是那么个机制 然后呢 这个 但是呢 这姐弟俩呢 确实好 就是说学习成绩 没考证过 但是这个业绩是很好的 就是那么年轻 执掌公司 这个这个15年 这个姐姐23岁就接了生物制药的董事会主席 就开始管中国生物制药 然后弟弟2022年 最近刚出任中国生物制药的CEO 理论上讲啊 未来是弟弟接班 因为这是一个传统的家族企业 都是一代一代从 都是这个爷爷到 长子 长孙 现在呢 长重孙 就这个长重孙是这个弟弟 95年的 出生的这个 谢成润 所以未来理论上讲 是弟弟会接班 但是据说 这个姐姐的商务能力非常强 就是经营能力非常强 这个应该不弱于弟弟 未来到底怎么分 不知道了 因为理论上是 如果按英国女王的这个继承办法 应该是长女继位 但是按中国的传统办法 也是长子继位 但是子是弟弟 所以未来不知道 那我们不是八卦那个 我们讲的是什么呢 这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 就昨天 这个我们在 最后做这 弄完这PPT的时候 这个Tina在问这个问题 就是说 这个原来我们有个说法 这个有20岁的编程专家 没有20岁的这个产业专家 理论上讲呢 你玩生物药产业这事呢 不应该是年轻人的事 怎么现在这个中国生物 就要做那么好 这个年轻人 这个怎么就起来了呢 而且做的表现不错呢 对吧 这个就很很有意思了 当然那这个 这个实际上呢 我们说呢 这个历史上 不是 不是 所有的时代年轻人都不行的 比如说汉朝的时候 这个 曾经出过这个 我们都知道 这个祸取病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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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横扫匈奴 对吧 这个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这个做的非常好 非常年轻 魏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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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年轻 十几岁就带兵打仗 而且打得特别好 这关键是气人的是什么呢 这汉武帝 这个跟他语重心长的 说这个 因为实际上 这个魏清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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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过这个 这个 魏清的姐姐是这个 这个 汉武帝的这个宠臣 然后这个 霍取病是 在魏清的子职辈的 就是第一辈 所以呢 汉武帝 也是比 比 霍取病高了一辈 语重心长的说 你要多读书啊 多读兵书 提升修养 你现在业绩是不错啊 多读兵书 提升修养 但是 这个 霍取病说 我就是不读书 我就是不能读兵书 这个 应用之庙存乎一心 就是不读兵书 人家不读兵书 确实打得硬啊 所以 那原因在哪呢 其实 就是因为在当时啊 就是 这个 可以说呢 这个 汉 在那个时代 第一次找到了 利用 这个 马 战马 如果大量的利用战马 长途奔驰 如何克制 这个匈奴的打法 那么 找到了以后呢 因为 这个中国的 这个 这个汉族的优势啊 不是中国 都是中国 这个 汉族的优势呢 是什么呢 当时的武器很先进 它的建设的更远 因为当时这个制造技术啊 武器制造技术啊 它是要聚居地来完成的 工匠来完成的 那这个 游牧的地方呢 很难找到那么好的工匠 因为他天天的游牧 他都要活命的 哪有工匠 对吧 所以呢 这个武器制造技术更强 然后同时呢 这个游牧地区呢 还没有学会在这个 占领了以后 能够 这个定居的玩法 这个以后就有了 这个五湖乱华 都是占领 又长期不走了 那就可以 他可以把工匠给带过来 甚至他的这个武器锻造技术 有时候呢 游牧民族会 因为他长期拔占这个 这个聚居地 这个农牧 农耕民族 有时候他的这个武器制造技术 反倒更先进 但是当时汉朝不是 汉朝的这个 士兵的武器制造技术 普遍先进 刀也好 这个弓也好 所以呢 基本上这个常态啊 是一个汉朝的士兵 能够抵至少三个匈奴士兵 后来不可想象啊 这个后来匈奴人 就是这个北方游牧民族 少是民族 什么金人啊 这个元人 这个女真人 那都这个这个汉 汉族看着都 人家一个打咱们三个 当时是反过来的 汉族一个打 这个匈奴三个 唯一的问题 你能找得到 你能打得了吗 那这个魏清发明的 就是带了足够的战马 长途包围 大这个长途奔袭 这个是获取病的发明 长途奔袭 结果收效非常好 但是代价也非常大 到最后这个 其实汉武帝时代 这个把这个 以前积累下来 所以叫 这之前叫文景之治 他的这个爷爷爸爸 积累了很厚的家底 到汉武帝时代 基本败光了 所以一方面很辉煌 另一方面家底给败光了 这个 这个 但是呢 确实是把这个匈奴 直接就打走了 到东汉时候 才彻底把匈奴灭掉 但是在西汉 这些叫 墨南无王庭 大漠以南 没有这个 凶怒出没了 就打到大漠以北 冷的 不舒服 这个很残酷的环境 为什么不愿意过来 过不来了 被打的 所以很成功 那么年轻也可以很成功 对吧 原因在哪呢 原因就是技术带来的变革 技术带来的变革 需要有新的思想 而没掌握技术变革思想的 那些老人呢 就不领 反倒新人性 那我们现在总结呢 就是只总结了这个技术这部分 就是技术变革带来的 这个能够掌握思想的 这个能够掌握这个 这个就战术层的东西 叫什么呢 叫做十 这个一万小时理论 对吧 就是 所以我们就一万小时理论 我们都知道 就是这个总结的说 你看这个软件时代的时候 有比尔盖斯 有乔布斯 而不是一些岁数更大的人 但是其实他忘了另一条 那只是战术层的总结 而战略层更关键 战略层是什么 他体现 为什么有乔布斯 有 有有有 比尔盖斯 而不是更年轻的人 他体现了新东西来的时候呢 没有被老的思想束缚的人 才能成功 因为如果说 这个 原来 这个 IBM的人 对吧 这个 所谓这个 包括当时一些 这个先进大公司的人 Intel的人 对吧 他技术实力并不弱 他也可以去学习这一万小时 他也可以成为软件编程的专家 但是他 下意识觉得 你们那小小小闹 你们是非主流 我是主流 我不能从 我不能跟你们一起混 你们是混不出来的 对吧 这个 真实的例子 这个原来 我们都知道深圳 华为很早就做起来了 然后呢 这个能进华为大 就觉得很牛 然后呢 这个后来才慢慢有互联网企业 而且互联网企业 一开始给人的形象什么 就小打小闹 互联网企业能玩多大 玩呢 对吧 就是这个腾讯一开始 那是什么呀 一个小通讯工具 连钱都没得赚 对吧 然后呢 有一天呢 这个深圳就在传 有一个华为的人 跑到了腾讯去就职去了 哎呀 这是不可思议啊 应该是反过来的 对吧 人往高处走 华为那么牛 哎 竟然有人从华为 跑到腾讯去了 后来呢 那真就成了这个 腾讯移动的 这个一把手啊 腾讯移动的负责人 叫刘成敏啊 就是早早 在现在已经在 这个这个这个 硅谷买了酒装 已经这个 享受生活乐趣去了 早就退休了啊 那这个 当时被当时被当成笑料啊 你看这个人没出息啊 这个 我们是华为的人 竟然跑到马路对面 一个不知名的小公司 当时腾讯一点名都没有 跑到那不知名的小互联网公司 去混混什么去了 对吧 结果比华为的那些 不出去的人要好多了 这是什么 就主要是思想问题 那现在回来 那生物制药 也是一样啊 对啊 这个生物制药时代 也是一样 它是个思想变革 中国人擅长什么 就是化学药 这个 现在呢 就需要是生物药 甚至需要到 这个 这个这个 生物的前沿的 这些东西去探索 对吧 那么这些思路 和以前是不一样 包括在生物药的布局上 和化学药不一样 化学药布局很简单 看准了墙房就完了 这之前不要动手 而生物药呢 是早早要看着 你一做我就要做 为什么 因为我们 还有一个数据 大家可能没注意看 就是墙房 不需要那么长准备期 这个我给你翻过去吧 还是给你给 翻过去看一下吧 一个研发期的问题 墙房的准备期很短 化学药的研发期 注意哈 大约三年 如果你真的专业 你还可以说的更短 所以呢 我不需要看 别人有什么新药 你有什么新药 我不用管 为什么呢 你新药出来以后都大卖了 都快专利过期了 我再入手 三年我就搞出来了 你专利过期 我就上市 但是生物要注意哈 你一个创新要需要十年 一个纺织要也需要七八年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如果你的产品都上市了以后 我要再访七八年以后的事 对吧 所以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要对新的东西的敏感度 要大大增强了 这大家是不是能理解 对吧 要早早就盯着新的 没有过就要去布局 等他过了再布局 就来不及了 对吧 这就是思想的变革 所以别看生物药 从市场结构没有变 还是靠传统销售 整体产结构没有变 但是在如何运营好生物药的研发管线 使自己的生物药真正强大起来上 和以前是不一样的 就是你要更激进 这种时候就回来了 那谁更容易激进呢 年轻人 所以这些年轻的激进的人就有机会 但是为什么只有他们 为什么没有别的年轻人 那生物药 为什么有一堆的年轻人起来 那就回来了 那刚才讲了呀 你还有另一个数据 那研发的投入也很大呀 对吧 就是你没有几个亿 你玩不了的 几亿美金啊 你玩不了的 那只有什么 只有大公司才能玩 对吧 只有这个 尤其是我已经建立了足够销售实力的大公司 才能玩 所以你看这是个矛盾 大公司才能玩这个生物me to me better的研发 或者另一种不是大公司呢 就背景很硬啊 这个王小冬啊 这个美国科学院院士 对不对 建立百计神州 人家可以玩 对不对 所以就背景很硬 当然背景很硬 他岁数也不小 对吧 所以你看要么就大企业 要么呢 就是特别实力很牛的牛研发人员 对吧 那你才能够玩 那这个呢 轮不到年轻人 但是这样玩的背后呢 是要足够激进 年轻人呢 就容易成功 哎 那你发现了 这个基本上啊 只有这么一个公司 叫做中国生活制药 因为它背后是正大 人家是正经的 第四代的这个长孙 长孙女 就是又年轻 又可以调动这么大的资源 而且最了不起的是他爹 又能够信任他 让他玩 结果人家就玩出彩来了 这个天使弟弟 任何都具备啊 非常罕见 难以复制 对吧 所以你就理解了 那后面就 最核心的问题 其实就已经讲完了 这个未来趋势啊 这个化学药 现在已经到生物药阶段了 现在未来要不要到生物治疗 上次我也讲过了 那现在看起来呢 他在做 把生物制药呢 包括生物治疗 都做普及化 然后呢 所以呢 这个未来发展呢 就很有可能呢 生物治疗时代会延缓 生物药时代会延长啊 我们会 会更多的处于生物药时代 甚至很多原来的生物治疗 都变成了生物药 比如我们说的MRA 对吧 我原来是生物治疗的一个手段 现在变成了 这个肿瘤 疫苗 肿瘤疫苗呢 是一种生物药啊 就生物药时代会延长 然后呢 这个所以呢 生物药时代只要是药啊 这个格局就不变啊 这个 所以是 仍然是以卖药为主 我们就回答最开始的问题 MRA技术还是产业增强 因为它是卖药为主 销售为王啊 这个有可能带来产业颠覆的 更有化基因治疗呢 离应用还很远啊 那么这种时候就意味着什么呢 就大企业还是会到处并购啊 因为它用并购的办法呢 可以得到新产品 但是呢 对创业者呢 也不是坏消息 为什么呢 因为我先上市了 再让你并购呗 那我也赚了很多钱了 对吧 上市肯定这个价值也实现了 对这个每个并购 都是几亿美金 几十亿美金的并购 百亿以上比较少见 但是几亿几十亿 都非常非常常见啊 反倒更小的比较罕见了 你拿几百万想买我 这没洗 这个 所以对创业者还是值得的啊 所以才会出现 我们说 生物医药事迹终于来了啊 虽然不是产业颠覆 但是呢 你可以创业了 因为你创完业以后呢 几亿块钱美金卖掉 不错的生意哦 对吧 或者几十亿美金卖掉 相当好的投资 相当好的创业回报了 对吧 所以呢 大量生物医药企业涌现啊 所以这些生物医药企业涌现 未来会不会出现更多的新药 被审批通过啊 我认为呢 还是值得期待的啊 还是未来有可能能上升 但是呢 这几年未必 这几年经济形势不好 很多小姐会被收购啊 但是未来 在五年以后 会不会这个 慢慢每年能够审批通过 药物从50慢慢6070100 有可能啊 值得期待 那最后呢 就中国生物之药啊 中国生物之药呢 这个第一呢 就是中美之间啊 影响很大啊 这个美国处理一系列法规 影响很大啊 这个影响呢 这个第一 两个东西的影响 第一个呢 就是中美的生物药的交流 就比较断了 以前其实大量都是 美国已经做了一半啊 这个中美交流 交流到中国啊 刘生又在中国搞了一个啊 就是我们的 所以中国生物之药的 紧跟世界的步伐 一直都还算比较快啊 因为中国当年我们学生物的 大量同学都去留学的 因为生物留学最容易啊 这个虽然在美国学成了以后 赚钱不容易啊 学计算机的赚钱容易 但是生物出国最容易啊 这个美国需要中国的生物人才 据说美国训练的小孩们 这个杀个耗子 杀个这个蛤蟆都不敢动手啊 中国我们经过这个中国生物训练的人 这个眼都不带眨 就把这些动物就肢解掉了啊 所以所以美国需要中国的生物人才 这个大量都出去了 然后呢中美交流比较多 所以呢美国有人搞药的 中国就一定有人搞 这个现在完全切断了 要么在中国 要么在美国就分开了 所以说长期看呢 这个中国的信用研发速度就会降缓 就会降下来 因为实际上人的突破都在人家哪 我们的这个我们是跟人学的啊 包括我们的这个 me do me better 推出速度都会就会减缓 就跟的没那么紧啊 这是一个啊 就是以很多的这个创新力 我们说创新力减弱啊 就因为人才聚集的优势变弱了啊 这是这是一个没有办法的事情 另外一个呢也很重要啊 就是这个我们想服务美国企业的 这条路也不好走了啊 这个呢主要是指的就是这个 所谓黄金赛道 中国的CXO啊 中国CXO像耀明康德 这个百分之七八十的这个收入来自海外啊 这个脱钩以后呢 这事就不好做了啊 所以这个这个中国的CXO们啊 这个基本上的这个药物研发相关的 尤其都是生物药一些大分子小分子相关的研发 才需要大量的CXO啊 原来呢中国是特别好的地方 就是我们有大量的生物医学人才 因为很多生物医学人就回国了 对吧 就我们的素质是美国培训的啊 基本上很中国的 基本上你找不到一个中国的生物医药企业 全是这个没留过学的人啊 这个公司里总有几个人留过学的啊 为什么就是中国太多的生物人才 对吧 这个全世界啊 这个也有大量回来的 所以这个呢就形成一个协作的机制 但现在这个现在断了啊 所以这个中国的这个CXO们 未来几年会比较难过啊 长期看不知道 我们长期看还在继续分析 我前两天还在和美国日本朋友在交流 我们在持续看啊 这好多的点 我们看完要都给大家汇报啊 今年就有一个点 就是中期选举 中期选举到底是这个共和党拿到一个月 还是两个月啊 这个很重要啊 现在基本认为是至少拿到一个月啊 有可能能拿到两个月 如果中 如果共和党拿到两个月呢 就这个 这个拜登后面两年就会被叫做颇压啊 就是马上要下台了 然后这个意愿都不支持啊 就做不成什么事啊 就基本费了啊 所以这个中期选举是一个重要的点啊 这个 两年之后是一个重要的点啊 要谁能上台啊 现在呢 这个共和党还不错啊 这个 有一个这个共和党选举 特别值得关注 叫Di Santos 前一阵这个哥们还闹了一下事啊 这个Di Santos是佛罗里达的这个州长啊 当了几年政绩很好 然后呢 这个 因为这个民主党现在特别意识形态啊 这个一方面呢 就是左的要死啊 这个支持移民 支持这个这 支持哪 另一方面呢 是支持你们去移民 别忘了我这儿以啊 我是富人 我不跟你玩 所以呢 这个共和党这个Di Santos 玩的也很招啊 把自己 那个 有很多移民是跑到 先跑到佛罗里达 他把跑到佛罗里达的移民啊 装到一个飞机啊 用一个飞机运到哪呢 运到 这个 这个波士顿边上 波士顿那个 城市边上 城市东边是海 海边有一个岛啊 这个这个岛上呢 是美国一富人区啊 这个而且这岛离和这个陆路呢 没有路啊 他只有用船才能出的去 那富人才有船 穷人没有船 他没有航班 没有没有百度船 他就是穷人自己船 所以一堆富人 好多知名的富人住在这个岛上 然后呢 这个 这个佛罗里达的州长 就用飞机把一堆这个移民啊 非法移民扔到了这岛上 送到这岛上 送到那去说你们到那吧 那帮富人们 他们是民主党 支持移民 他们会给你好日子过的 民主党就马上就惨了 对吧 因为他支持移民是 你到别处 一到别处去祸害别人 别祸害我 我可是有钱人 所以他在揭穿那些人的这个伪善面目 所以 对 当然这是现在这个美国两党冲突啊 所以呢 这个民主党全是马 共和党全是夸啊 所以就是 你这个看你怎么站 站位了啊 不再看这件事的这个 事实真相了 看你的站位 但是至少他在共和党里的呼声是起来了 他是有可能和 对东南川普抗衡的 共和党的人 所以还是我们以前说的三个可能性啊 只不过越来越清晰化啊 就是民主党上台 对中国呢 是一个中等偏差的选项啊 共和党上台 分两种啊 一种是 东南川普上台 是对中国是最差的选项 另一种呢 是这个第三头上台啊 可能对中国是最好的选项啊 到底是谁 我们两年之后啊 就这个那个大选 也特别值得关注 所以现在两年之后啊 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时间点 我们能看到啊 中美关系 尤其两年之后一上台 有可能也有一个缓解期啊 所以如果两年之后是 共和党的 非特朗普的总统上台 可能三四年之后 中美关系会得到相对好的缓解啊 所以我们要期待啊 这个现在不着急 那最后啊 这个最后最后最后 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一开始讲的一个啊 这个人家谢家啊 这个做了一个表率啊 这个谢谢其润啊 谢成润 这个姐弟俩非常了不起 而且呢 他们前一阵还干了一个事啊 姐弟俩呢 加入了中国国籍啊 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事 本来人家是泰国首富家族啊 因为所有的事业都在中国 正大天晴 正大本身 包括中国医药 人家现在加入中国国籍啊 愿意为中国贡献力量 非常了不起 那更了不起的是什么 更了不起的是人家啊 非常锐意创新 愿意去做很多新的事啊 去布局创新药啊 那因为这里面就是一个问题啊 就是创新药要不要搞 其实包括我们去苏州的时候 苏州有一个几个企业啊 苏州生物药企业有几个人 也是这么提 就是说 确实最好的选项 像这个百季神州 就搞me too me better 但是呢 总要有人搞创新 所以他们就搞创新药 但是创新药很难 就我们之前说那悖论 对吧 如果都没人搞创新药呢 中国就完蛋了 但是如果搞创新药呢 你自己就会受到特别大压力 你要不要搞 这个至少中国我们看到 大多数的大公司不搞 像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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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最大的医药企业 亨瑞 基本上就不搞 那这个白季神州 也基本上都没有搞 那有些创新 小公司搞 这个 那 他压力也蛮大 所以中国 尤其是中美脱钩 这个搞 最原创的叫 first in class 这个呢 就还是 压力也是越来越大的 未来怎么走 就非常值得关注 所以 我们不评价 很多人说应该搞 那你没去干 那应该搞 你没人不搞 对吧 他说我干不了 所以我干不了 所以才干这事 对吧 所以就有原来人说 这个笑话嘛 对吧 有一个人问 在街上采访 问人说 如果你有这个 一个亿 你愿意不愿意 把它都捐出去 给这个贫困山区的人 对人说 我愿意 没问题 然后说 那如果你有辆车 你愿意把它捐出去 给贫困山区的人吗 不愿意 那为什么 因为我没有一个亿 但我真有一辆车 所以就还是这样的道理 这个我们要做创新 说创新 你愿不愿意做创新 你要 你要愿不愿意玩才行 你如果没做 那就不能忽悠 对吧 但是我希望中国有更多人做 好吧 私人定制 葛优的段子 连这段子 这个源头都挖出来了 谢谢 所以我们希望中国有更多人创新 当然呢 我们也希望我们有一个创新的完整的生态 为创新者提供保障 注意 为创新者提供保障 而不是为创新成功者提供保障 现在这个社会还算不错 就为创新成功者提供了很好的保障 所以确实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创新 但是创新失败者的压力和付出还是巨大的 我们希望未来为失败者也能提供更好的保障 原来我们做风险投资的时候 就很多很多失败者 真是到最后把自己家房子都卖了 但是那失败了以后 那房子卖了的钱就没量了 对吧 所以这个创新的失败了以后的代价 还是非常非常大 所以我们要向创新者致敬 要感谢创新者 包括我们要形成更好的环境 是在创新者的成功率提升 对吧 然后这件事的感觉只有国企能做 其实是错的 国企没有办法创新 这个国企创新的可能性反倒是最弱的 为什么呢 因为国企创新一旦失败会被追责 追得更厉害 我个人创新 我失败 我是损失惨重 但是也就到头了 国企创新失败 追的责就不知道有哪些了 对吧 这个国有资产流失是个 不知道多大的罪过了 对吧 这个记不记得 哲大的副校长都曾经被关过 对吧 好吧 不多说了 我们自己还是一起来执行 操作创新 不在这啰嗦 如何支持创新了 我们自己当个创新者 对吧 我们抱团去互相支持 而且还有最关键是 我们天天研究创新 把成功率提升 而且看到那么多好机会 一定要去干 好吧 我们下周再见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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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